老司机常说的一些安全驾驶口诀 比如说让速不让道 再比如说超车看车头 汇车看车尾 我相信这些话很多司机朋友都听过 但是却不了解其中的含义 这可以说是安全开车的精髓所在 要是能把这些安全驾驶口诀 你都理解透彻了 那么你开车上路危险都会绕着你走 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暴地给大家带来12条安全驾驶口诀 今天就来一一的解读一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首先第一个就是让速不让道 如果你在正常行驶时突然遇到有车辆 突然往你的车头前方加塞 我相信很多新手都会下意识的去猛打方向盘避让 这是出于本能的一个反应避让 但是你的这个本能反应很可能会让咱们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观察左右两边的情况 你突然猛打方向盘过去 万一另一条车道有正常行驶的车辆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就会撞上旁边的车辆 那这样的话就是咱们的全责了 那如果是在高速上则会更加的危险 因为高速上车速比较快 就像这样白色一样 看到右侧的黑车突然变道过来以后 它就下意识的向右打来把方向 但是高速上车速这么快 你猛打方向盘无异于自己往火坑里跳 进而引发车辆失控最终翻车 你想想多么的危险 所以咱们遇到这种强行往车头前方加塞的车辆 咱们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脚下的刹车 而不是说手上的方向盘 即便说真的撞了上去 咱们也不会说因为失控而车辆翻车 并且还是加塞车辆的全责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性 接下来看一个让速不让道的正确案例 前方这辆黑色的SUV看到右侧货车连续变道过来以后 而它发现这一左侧前后都有正常行驶的车辆 立马在原车道上减速 这样虽然一样是发生了事故 但是并没有去急打方向盘到左侧车道 避免了大事故的发生 说实在的 如果它选择向左变道 那么两车直接相撞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而这辆黑色SUV处理的方法就非常的好 接下来第二个 绿灯尾红灯头不抢行 看到前方是绿灯 千万不要加油往前冲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种情况 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 路口车辆排队积压 看到前方的红绿灯开始闪烁以后 于是就想加速 紧贴前方的车辆 在这楼红绿灯通过路口 这样不仅容易闯入灯 还会因为忽略路口的情况 从而发生撞人撞车的事故 如果说在加速以后 你发现这个灯实在过不去了 你再停止先前急刹车 也容易造成追悲事故 另外 红灯刚熄灭快要变成绿灯时 也不能抢行 特别是左右两侧 有一侧有大型车辆时 这时大家在车头前方 就是你的盲区 如果说此时变绿灯 你就冲出去的话 很荣雅 撞上左右两侧 上个星号灯 没有完全通过的行人 或者说车辆 所以咱们遇到这种 红灯刚面绿灯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左右 有大型车辆时 咱们一定不要第一个冲出去 而是应该乍到车头 靠后一点位置慢慢行驶 等过了路口以后 再加速超越 接下来第三个 弯前刹车 弯后游 转弯物站 对向道 很容易理解 咱们开车 看到前方快要进入弯道以后 咱们应该提前把车速降下来 以防进入弯道后 你再去急刹车 很容易造成车辆打滑失控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 飘移 这一点咱们空山也学过 转弯时不能踩刹车 踩刹车不能转弯 当咱们安全转过弯道 事业开过以后 就要加速 尽快远离弯道 以防后边转弯过来 车辆速度过快 给坠了上来 对不对 转弯过程中 尽量要靠右侧行驶 你不要说越过中心线 在路中间去战道转弯 这样很容易 与弯道盲区后面的车辆 发生破装 第四 超车三不超 跟车我不要 弯道不超车 坡顶不超车 路口不超车 弯道咱们刚才也说了 弯道盲区的容易打滑 而坡顶不超车呢 是因为咱们在上坡的过程中 像我现在正在上坡啊 我们根本无法观察到 坡顶是否有来车 一样存在很大的事业盲区 所以接近坡顶也不能超车 路口不超车更容易理解 因为路口车多 路况复杂 特别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 或者说飞机用车 一个不注意啊 就容易发生事故 跟车我不要呢 不跟出租车 不跟公交车 不跟大货车 不跟外地车 不跟实习车 出租车一般都是招手急停 因为工作的原因 对不对 你跟在他的后边 还容易被他追尾 或者说跌倒 而公交车盲区很大 如果停车以后 可能啊 从公交车侧头前方 穿入行人 大物车同样的盲区大 如果你刚好在大货车盲区内 后果不堪设想 外地车呢 由于对本色的路况不熟悉 很有可能啊 要去了目的地 发现快要开过了 突然急刹车 或者说连续变道转弯 而实习车就更不用说了 新手能够做出什么 匪夷所思的操作 发挥你的想象吧 第五 超车看车头 会车看车尾 超车会车时 对方质量都会给我们形成盲区 那么在超车时 就要留意对方车头的盲区 会车时啊 要留意对方车尾盲区 是否有行人 或者说车辆突然穿出来 另外超车完成后 当被超车辆的车头 完整出现在后视镜里边 就说明啊 与被超车辆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 可以变道回去了 会车时呢 当对方车辆的车尾 完全出现在后视镜里面 才说明啊 会车完毕 这个时候啊 动方向才安全 第六 走灰不走白 见黑停下来 晚上开车 车灯照上在路面正常 路面上是灰色的 这样的路可以正常通行 如果路面上反射出的是白色的光 那说明啊 路面上有积水 因为水在路面上啊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会折射反光 咱们就要注意减速 必要 那如果说车灯照上在路面上 是黑色的 那你一定要小心了 因为咱们的灯啊 灯光是直线 如果说路面上有大坑 灯光是不会拐弯 照射到里面去的 咱们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停车观察 看来是否安全 再通过 第七 快走沙 慢走水 在沙地开车速度一定要快点 这样更不容易陷进去吃 而在有水的路面上开车 一定要低速通过 否则你速度快了以后 打起来的水花 还有可能会顺着发动机的进气口 进入发动机 造成车辆熄火 反而咱们慢慢的通过 会安全取落 第八 远看行 近看线 三点一线 别超车 超越大户车 在离得比较远的时候 就要观察被超大户车的整体情况 看货车上面的货物 是否有出现松动的情况 如果有 咱们就要离它远一些 前方是否有障碍物 或者说归宿行驶的车辆 如果有的话 跟他在你超车时 大户车突然变道过来 因为他也想超车 对不对 那么在超车时呢 咱们要多留意大户车的前轮 如果发现前轮有想压线的趋势 咱们也一定要放弃超车 因为大户车车身比较长 变道都是车头先压线了 车身还在原车道 所以遇到这种大户车 前轮压线的情况 咱们最好减速必要 等大户车行驶轨迹稳定 在车道中间以后 再去超车 在高速路上 如果大户车与其他这辆并排行驶 这时候就不要去超车了 因为这样你在超车的一瞬间 就会形成三点一线 这个时候 其中一辆车发生了状况 一排的车全部着阳 第九 眼不到 手不动 开车途中 凡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的地方 手就不要有任何的打方向牌 或者说做出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转弯边道 如果你没有通过后镜 以及扭头去观察盲驱的情况时 手就不要去动这个翻盘 很容易给旁边的车辆发生寡秤 再比如说倒车时 也要密切观察左右 以及中央后镜 确认安全以后 再缓慢倒车 并且倒车时 也要把脚放在刹车上 万一遇到紧急情况 咱们一脚踩下去 也是刹车 包括咱们停车以后 开门下车 如果说你没有通过后镜 或者说扭头踩开 后方是否有来车 没有确定安全 也不要去打开车门 否则非常容易引发开门杀 第十 一灯二镜三方向 这是变道时的口诀 转门往哪边变道 就要提前打开哪边的转向灯 打转向灯的目的是 为了让后方车辆 知道我们要准备变道了 再然后 我们再通过后镜 去观察后方的情况 不要忘了扭头观察 闭度盲驱是否有车辆 确认安全以后 才能动方向进行变道 十一 路口不操骑头车 经过路口时 如果有跟你骑头并进的车辆 你不要去操打 特别是这种又高又大的车辆 否则可能从他车头前方的盲驱 突然冲出行人引发事故 十二 疲劳不开车 开车别心烦 疲劳驾驶的危害 很可能许多人都比较模糊 那么咱们来看一种数据 这是去年一次死亡 三人以上的交通事故中 疲劳驾驶就占到17.5% 也就是说 大概五次事故中 就有一次是疲劳驾驶 你想想多么的危险 因此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开车 累了亏了 就将车停在安全的区域 休息半个小时再走也不迟 最好抱第一要提醒大家 咱们在开车过程中 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不要带着气去开车 这样很容易咱们情绪上受影响 导致你开车判断失误 甚至容易做出过激的行为 所以咱们开车 一定要平复好自己的心态 不开斗技车 不开路动车 不要因为别人的过错 去惩罚自己 安全最重要 也许你是一个人正在开车 但是你身上却承转着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 无论你走到哪里 家人永远在等你 平安驾驶 安全归来 今天的视频有点长 看到这儿的朋友 暴弟祝你开车一路平安 因为你拥有着别人少有的安全驾驶意识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帮暴弟点个赞 让我们一起传递这种能量